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兵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我们来关注台海的局势 那么现在突然之间披露出来啊 这个习近平主席据报曾要求拜登改变美方就台湾问题的官方措斥 那么再加上现在美国又一系列对中国的技术铁幕的打压 那么距离触动武统这件事情的发生呢 紧一步直遥了 所以说台湾方面也在加紧备战 向这个美方购买一千多架 所谓的攻击无人机 所以这几个事情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据路透社援引两名对私下谈话知情的美国官员报道称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曾要求美国总统拜登 改变美方在讨论台独问题时使用的措施 去年11月 拜登与习近平在加州伍德塞德会晤期间 习近平及其助手要求拜登及其团队调整美国官方声明中的相关措施 上述匿名官员称 中方希望美国表示我们反对台湾独立 而不是当下的版本 即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 这两位美国官员和另一位知情人士称 习近平的助手们在此后的几个月里 一再跟进并提出该要求 美方则拒绝做出改变 白宫在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时发表声明说 重申华盛顿不支持台湾独立 该声明指出 拜登哈里斯政府一贯奉行我们的长期一个中国政策 中央外交部称 你们应该向美国政府提出那个问题 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和一贯的 台湾所谓外交部拒绝发表评论 报道指几年来 中方外交官一直在推动美国改变其对台湾地位的措施 而台湾地位仍是美中关系中最敏感的领域 这次不同寻常的直接和重新在领导人层面的推动 之前未经报道 目前尚不清楚习近平为何选择向拜登提出这一问题 但他已将反对台独作为其执政的工作重点 而且中国军方近年来已大幅增强了在台湾周边的活动 拜登政府认为修改相关措施建议不可行 其中一位消息的连事说 黄盛顿高层曾向台湾速通报了最近的一事态 拜登政府一位高级官员称 如果拜登在台湾问题上说的和他通常说的大相近听 北京的领导人们肯定是不会高兴的 并指拜登将坚持美国在有关台独问题上的表述 那么拜登是21年4月上任以来 至少四次公开表示 如果北京对台动武 美国将协防台湾 这似乎拼离了华盛顿长期坚持的模糊战略立场 虽然惹恼了北京 那么大家要知道 他上面讲说 为什么不清楚习近平对拜登有这样的一个提议 其实呢 这个其实就是在给美国买雷了 就是将来我们过段时间的武统台湾发生 中国就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去告诉世界 美国拒绝反对台独 而是不支持台独 他的外交辞令是说一套做一套的 所谓不支持 这是一种中立的说法 但其实美国一直都在支持台独 就像刚刚给的将近19.59亿美元的 这一笔台对台军售 也就是说 从拜登接触习近平以来 也就是就台湾问题实际上是没有任何进展 当然 美国 说是说不管台湾 但其实 他们一直以来 一直在向台湾勒索 对吧 卖这些武器 他管台湾 他是管不了 他没这个实力管 中国解放军在这里随随随地拉出来的军事演习 他一点应对的方法都没有 他没有办法去阻挡 这个是非常令人觉得可怜的一件事情 他阻挡不了 怎么办呢 啥时候你见到说 在攻击A 攻击B拉出来的时候 到现在一共有四次吧 佩洛西一次 佩洛西的后面一年一次 对吧 攻击A一次 攻击B一次 哪一次老美赶在这个时候来造词 都不赶 所以说呢 这个台湾 本身就是我们的持中物 这个甲鱼早就已经被 庆在甕里面了 按在甕里面了 所以美国这种做法呢 无异于等于说 因为甕了大家都知道 他是拿那个编织出来的 总归会有一点小漏洞 那么这只甲鱼 这只王八呢 他那个嘴巴肯定要伸出去 那么老美在给他灌水喝 或者说老美在帮着他 锯开这个甕的编织部分 想往外面逃跑 那么 北京是看得一清二楚 是不会让他给逃跑的 可能是有一个漏洞 但是不会让他逃跑 所以说呢 现在 美方才披露这件事情 其实他也感觉到了说 北京 实际上对台湾 确实是要快了 是要动手了 包括特朗普 马上要上台了 对吧 在特朗普上台之前 就是把这件事情 给拿出来讲 其实美国现在 包括什么 限制半导体的投资 限制量子技术的投资 限制微电子领域的投资 要把中国的归光子 给限制 对吧 这就是限制中国的 这个发展 你限制中国的发展 中国就有理由 反击你 中国反击你的方式 也非常简单 就是武统台湾 所以说北京一直以来 要求美国更改 就我明确我是反台图的 你反对台独 那美国为什么不敢改 因为改了 你反对台独了 那我打了台湾 你不就是没有办法 就是来介入了吗 对吧 因为你已经许过诺了 那台湾还关键什么事情 所以美国他不这样 他说我不支持台独 不支持 那么这个里面空间可大了 如果说我在这里包围台湾 你包围台湾 那我就支持台独 所以说玩这些文字游戏 没什么意思 北京现在跟他也不啰嗦了 所以说你天天过军舰 军机往台海里面过 这种做法实际上 是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 那么北京势必要反击的 而且在这个前夕 美国是这样子来去 播报这件事情 可见他面临到了一种 很直接的一种压力和威胁 我也看到这个刚刚来中国的一个 美国的学者密尔斯海默 也在这里讲说 台湾非常至关重要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密尔斯海默 这个卵的东西是怎么讲的 密尔斯海默指 美中安全竞争恐更激烈 台湾至关重要 中美关系持续紧张 美国限制主义国际关系学者 密尔斯海默 表达了对当前中美关系 台湾议题的担忧 预测美中安全竞争会越来越激烈 他认为 台湾对中美都至关重要 但尽管存在风险 两国不在可能在短期内 因台湾议题爆发冲突 那么他呢 实际上 这个密尔斯海默呢 在中国也是有很多人去追捧他 包括这一次呢 也到了这个中国来 开一系列的讲座 那么他呢 是美国可以说 密尔斯海默是既布勒金斯基以后呢 比较现实的一个战略家 对吧 他也是这样指出 就是台湾至关重要 就是我也不知道 就是台湾至关重要在哪里 但是在美国的这个说法当中 台湾至关重要 那么这种说法在我看来 他只是说 单方面的不希望你中国 去武统台湾 去统一 因为他知道 统一以后 你拥有这块版图以后 你是一个完整的 完整的一个国家 你的风水 就牛逼了 你的气就足了 所以他是这么论我的 所以这帮家伙 是非常邪恶的 一定要阻止你中国去统一 那么好 台湾呢 那川普也说了 台湾上来 他要问台湾要 天价的这个保护费 那台湾应该怎么办 台湾没办法 这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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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川普的描述 是抛弃台湾的 因为问你要钱嘛 已经给了这么多钱了 台湾像美国 买的这些武器装备 是垃圾中的垃圾 和价格是犯了多少倍的 还要怎么样 要给保护费 就卖武器还不行 还要再为你勒索钱 榨干你的价值 台湾局报 将从美国采购 1000架攻击型无联机 台湾国防部 据传已与美国政府 签入正式协议 以及美国军方 最大的无联机供应商 环境公司 宇航环境公司 以及美国国防承包商 安杜利尔 采购多达1000架 攻击无联机 那么也就是说 他们呢 现在在效仿这个乌克兰 包括同样的 也看到了这个伊朗 打这个以色列 也使用这个无联机 就觉得呢 这个无联机呢 是目前台湾可以 使用的 比较靠谱的一种手段 来阻挡 这个解放军的攻击 但是老病已经说过了 在解放军的硬杀伤 和卵杀伤面前 你弄一万架无联机 都没什么用 因为其实 美国给乌克兰的无联机 被俄罗斯的电磁压制以后 包括海马斯多管火箭炮 都是打不出来炮的 无联机也都是直接能够掉下来 弹簧刀更加是掉的七零八落 美国自己的MQ就死伤无联机 从去年10月7日到今年10月7日 被赛武装击落11架 这两天又有新的被击落 所以说台湾买这些武器装备 在我看来也就是一种安慰 转移钞票罢了 好吧 所以武统台湾势在必行 我们拭目以待 谢谢各位支持